近日 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 班禅·额尔德尼确疾捷步 圆满完成为期六个多月在藏学习调研和佛式活动 在拉萨 班禅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主持召开了系列工作会议和教义产事活动 与藏传佛教界各教派高僧进行座谈 号召广大僧尼主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为促进宗教和顺 社会和谐 民族和睦贡献力量 在日喀泽 班禅来到一些海拔高 地处偏远的寺庙 为僧众摸顶赐福 参观调研了日喀泽市博物馆 石刻艺术博物馆 珠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 在昌都 了解十八军解放和建设西藏的革命事迹 走访多民族聚居区和多民族家庭 感受各族群众幸福生活 在藏期间 班禅到西藏佛学院和大昭寺 扎实伦布寺 折邦寺 强巴林寺 直贡梯寺等寺庙 讲经传法 主持召开了宗教界人士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座谈会 号召广大僧众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的重要讲话精神 要求僧众把藏传佛教与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 人民幸福联系起来 勉励僧众 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坚持藏传佛教中国化方向 积极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